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有时候就是让大家猜不透 我到底要做什么题目 虽然说我做的题目 多半是可以分成几类的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类 倒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题目 我们竟然在 我在没有做工商的状态下 没有拿他广告费的状态下 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这是我们在那个LINE群组里面 有一个朋友 有其中一个 对我们的朋友们 贴了一个这个 有趣的这一个产品 那它是一个三轮车 但是它是水路两用 水路两用很屌 我觉得 所以然后它里面还可以 它算是一个小帐篷 甚至可以说 里面可以躺两个人 所以你可以在 风云无阻的状态下 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帐篷 然后你就可以在水上待着 你也可以在陆地上待着 所以因为水路两用 我们就在两栖 那两栖呢 那个哺乳类 爬虫类 两栖类 也就是这边这个字叫做 amphibious OK马上就看到了 amphibious 然后它这个名字叫 camper trikes camper就是录营 那什么是trike 我觉得这个字就很有趣 我第一个看到 第一次看到这个字 其实真的是 OK trike 你知道bike吗 bike的by就是er 那如果要讲成三 就是tri 像例如说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的参赛者叫triathlete 所以trike就是三轮车 OK三轮车 好所以这没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camper track 那它是可以让你整个进入在一个野外的状态 所以用了一个字叫immersive 我们常看到这个字 OK 像我们那种光影秀 然后你可以整个泡在那个光影里面 人融入泛骨的自画像的那种 那那个就叫做一个immersive的一个experience 好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不是真的在推这个产品 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很少看这种东西 就是广告文案 外国人的广告文案怎么写 我们来做一点点分析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一个机会替一家公司 假设你在替一个台湾的公司工作 然后你要替他写一些那种 到海外去作展的文宣 或什么这些的 你或许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写法 OK 就有些关键字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你这个产品里面有一些重点 那我们刚刚去看到 它是一个三轮车 然后是水路两用 对不对 所以两期当然一定要提到 然后你就一定要重复提到 陆地上可以用跟水上可以用 所以我们的确会在这里面 一直看到 你看both over land and water 我们先不读它 你看先看到这关键字 陆地可以水也可以 然后来 它是电的 所以一定调料electric 然后它就是 它是一种RV 我如果讲RV 可能同学有一个概念 就是那种 露营车 可是露营车里面这个字 并没有露营这个字 我们只说这个RV叫recreational vehicle 而recreational就是 娱乐性 OK娱乐性的 就好像我们说一些毒品 像大麻之类的 我们也叫它娱乐用药 所以它是一种recreational drug 但大麻也可以 是不是进一步的弄成 还是那个事实上是不同成本 那个应该是鸦片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种 呃就是指痛的时候 在医院里面按下去 按下去一段时间可以 那个叫马飞嘛 对不对 那好像不是大麻 但不管了无所谓 来我们把这边就读一下下 所以它现在的名字叫做Betriton formally known as Zetriton is an amphibious camper track that offers freedom to travel continuously both over land and water 所以这里有个字我们没有认识 叫continuously 我们两个字做比较 因为有个字叫做continuous 另外一个字叫做continual 它都是continuous这个字变出来的 那差别在哪里 那差别在哪里 continuous重点在于真的没有停 一直一直持续 举个例子 一个baby在哭 他可能20分钟 真的一点都没停下来 所以我们会说 the baby has cried for 20 minutes continuously continuous 那continuous持续 可是中间是有break的 什么break啊 就是该有的break就有的break 什么叫做该有的break 你说你跟我说 你学钢琴学了20年 你不可能continuously20年 因为你中间是要 吃饭大便睡觉上厕所 跟去读书的吧 对不对 right 或者去工作的吧 所以这就是break啦 所以你不可以跟我说 I've learned the piano continuously for 20 years 听起来很奇怪 but I've learned the piano continually for 20 years 就OK多了 OK 所以这里讲到他说的 offers freedom to travel continuously both over land and water 为什么强调continuously 你总要一直踩吧 所以他这样写也没错 OK 你就踩踩踩踩踩踩 陆地上也可以 水上也可以 好 所以100%电的recreational vehicle a revolution in sustainable outdoor travel perfect for either long distance adventures or short weekend getaways deep in nature 你看写的就是非常的 flow的很顺 那这边有一个 很常用的一种方式 介绍东西的方式 perfect for什么东西 然后你另外注意到就是 这种广告的文案 有的时候是不太需要写完整句子 你看刚刚我念的最后一句 事实上就不是完整的句子 因为他只是要把最重要的资讯给你而已 写完整句子有时候 你要觉得读起来太深硬 所以你看这里 perfect for 然后他就直接加名字出来 那他的名字是 a或者b 所以对a跟b来说都完美 so perfect for either either就是a or b either long distance adventure 所以是长途的这种探险冒险 因为你是可以骑很远的 或者是你短短的那种周末去度个假 or short weekend getaway 所以getaway这个字也是多看一下下 getaway一般来说就是逃跑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为去度个假 getaway 然后他已经变成一个字 getaway 那就是可以深入大自然里面 deep in nature 所以第一段这样搞定 来下一个 那第二段这边 他想强调就是 就是家人可以一起出游 那这边在讲的呢 我们先我先说一下 破题 就是先预告一下给你知道 他这一段的写作方式全部用起始句 我们一般在托福亚斯的写作里面 是完全不建议起始句的 因为说真的那个是比较类学术类的那种内容 你写了一篇你的想法啦 或什么这些的 但总之我们是用比较学术的角度来看托福亚斯的写作内容 方向 所以你不可以用起始句 因为起始句很像 你在告诉你的读者 你要去做什么事 那这边就没差 因为他就是想要告诉你 你可以用我们的脚踏车做什么事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第一句说 take your son or daughter on a unique adventure and bond in most memorable way 带你的儿子女儿去玩吧 take your son or daughter 所以这样子起始句很OK 然后像你说 女生看的那种beauty magazine 美妆杂志或什么里面 里面就常常用起始句 为什么 因为他叫着你怎么化妆 对不对 你要怎么搭衣服 你要怎么 你的眼睛怎么化 才可以吸引男生这些 所以这些用起始句是非常OK的 听懂 所以刚刚第一句 带你儿子女儿 on a unique adventure 独特的一种冒险 unique这个字 你如果要强调你的产品 很怎样怎样的话 unique这个字很好用 独特的一个冒险 and bond in the most memorable way 这个bond的意思 其实就连结 所以我们常常是讲说 我这个周末带我的谁谁出去 然后我们真的建立了 培养不错的感情 感情增温 so we really bonded over the weekend because we went on a trip together 可以 下来一句 explore and engage with nature continuously over land and water 你看又强调一次 所以在你不同段里面 你还是要强调 土就是陆地跟水都能用 explore 去探 去探险 explore 然后engage with nature 总之就是接触大自然 engage with nature continuously 再强调一次 你必须一直踩 我这个是看久 我都觉得好笑 总之他就是告诉你 你一直踩不要停就对 continuously over land and water go on treasure hunts and discover untouched nature remote islands 所以你就可以去 像是去做这个 反正探险 treasure是财宝这样子 ok treasure hunt 真的没有treasure 说实在的 可是可能探新的地方 就算是treasure了吧 这样子 然后发现一些 没有被接触过的大自然 untouched nature 特别强调是remote island 因为你这边可以 你既然这个trek 可以过水 所以你就可以到一个 比较离岛的地方去 remote islands park and sleep anywhere you like with the comfort of a well-built micro camper 所以你可以停下来 然后睡 anywhere you like 所以你哪里都可以 停下来睡 with the comfort of 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状态 a comfort of 什么的comfort呢 一个就是一个做得很好的 一个小小的的一个camper 那总之就是我刚说 那个可以住的地方 will build micro camper 那comfort这个字 我觉得也是在很多产品里面 会用到的一个词 舒服 所以我讲一个 我们讲说 很久就是 好多好多年前 3C产品 开始比较prevalent 或电脑那时候 开始比较prevalent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你在家就可以舒舒服服的 上网买东西 对不对 so you can do all your shopping 在家舒舒服服的 做你的shopping 那个在家舒舒服服的 要怎么说 所以那个很固定的 很常见的那段时间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片语 叫做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you can do something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in your own home也可以 own这个字 常看到省略就是 所以现在有了虾皮 你就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 为什么要替虾皮打广告 现在有了乐天 现在有了momo 还有什么其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有了这些 online shopping sites you can do you can satisfy all you can meet all your shopping need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常讲的 就是你只要滑鼠点击一下 with the click of a mouse 你实际上看到 不过这个已经算是被事态淘汰了 就是了 好 OK All right 所以这也是常出现的 然后呢 最后 那刚讲完 还有最后一句 还是起始句 所以每一句都是起始句 最后一句就是 create memories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你可以创造出一些 值得一生保留的会议 所以create memories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所以memories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也是不错 对不对 OK 好 然后再来 他这边继续讲到 就是如果说 你是男女朋友出去玩的话 这样也不错 刚刚讲的是 带你儿子女儿出去玩 那现在是跟你的 romantic partner so for romantic getaways go on a date like no other 所以你说强调你的产品很独特 我们刚刚讲说unique 那现在可以说是 做什么什么 like no other 像不像其他人一样 所以我们产品独特 你其他人都怎么怎么弄 我们不同 so we can do this like no other 所以这个like no other 学去用 travel together into a quiet and calming nature 所以又用了起始句 所以这一段 还是全部用起始句 你看这就是固定写法 可是这样读起来就怎样 就有一个一致性的感觉 所以文案这样子写 一致性的感觉很不错 consistency 你就可以期待下去 还是起始句 下去还是起始句 如果来一个不是起始句 你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好 so go on a date like no other travel together into a quiet and calming nature enjoy solitude and peaceful nature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所以享受这个solitude 就是独自的状态 所以他的solitude 好像两个人一起独自 说真的就不叫solitude 但不管了 and peaceful nature 无论天气怎么样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这应该也没问题 他的产品的确好像是这样 set up an open fire to cook or cook inside by trident 对 be trident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随时随地生个火什么之类 而且你还可以在里面 所以他似乎他那个小小的camper里面 是可以生活的 还是可以煮东西的 应该不是生活 应该是直接是煮东西的 生活不就烧掉了 so set up an open fire to cook or cook inside by trident ok 还是可以打开然后就可以open fire就是了 那这不管了 watch a movie in the middle of a lake or read your favorite books together 好所以你可以一起在这个湖 湖中间可以跟你的这个romantic partner一起看电影 因为在那个小小的camper里面 你都在湖上你还要看电影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了 或者你可以读你最喜欢的书 watch sunset and sunrise from an amphibious camper 又强调一次amphibious 所以看日出看日落 be immersed in nature and bond with your partner 又看到bond了 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概念 投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用这个camper出去 你就可以跟你的家人bond 事实上真的可以吗 鬼知道啊 但总之就是一种你知道概念的何必 你有买了这一台 你就可以跟你的一起去的人bond fine ok 所以你可以泡在自然里面 然后跟你这个partner来bond in the most special way 这个in the most special way 也是一个不错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广告词 大概是in the most special way 好所以到这里差不多了 后来还有个什么 in near future 这大概不是重点 看一下也无所谓 就你的产品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办法 还给人家买得到 可是你要承诺很快就买得到 你就可以说我们的产品 will be available in near future 然后在不久的未来 这样 好所以我们算是鉴赏了一下下 外国人的文案大概怎么写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希望 我觉得我看来觉得蛮开心的 说实在 前面刚刚一些词没讲 现在补讲一下 我们刚刚 这个一定要讲 我漏的还真是不应该 来 就外国人在鼓励人的时候 有时候会讲一些 例如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如果今天跟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说 年轻人人生活得大胆一点 要有野心一点点 想做什么就去闯 所以我可能就会对他说 hey young man or young woman 我们 我们 or any gender be bold bold就是大胆 然后要有野心 野心就是ambitious so be bold be ambitious 可是他就把这一句 很有创意的改了一下下 这个ambitious 他就把它改成了amphibious 所以 所以是因为发音有那么点像 所以ambitious变成amphibious 还不错 所以再强调一次 amphibious 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两栖类的 ambitious是有野心的 amphibian这个名词 就是两栖类的动物 我们也顺便学一下 爬虫类叫做reptile reptile 那还有哺乳类叫mammals 那还有鸟类 birds insects 昆虫 这只是很大的几样分类 说实在 那托弗亚斯 有时候就会看到这些吃的 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分类 像什么捏齿类 捏齿类叫rodent 就是老鼠的意思 还有像什么鲸鱼类 cetacean 什么这些 这就不讲了 这不是重点 但如果你好奇 我既然念出来 写一下给你看rodent 就念老鼠类 那cetacean 就是那个鲸鱼类的那种 好 到这里才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